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陈奶奶听从医生的建议走进了健身房 365天坚持锻炼的陈奶奶三个月减重28斤 不但练出了腹肌马甲腺 如今身体各项指标也基本恢复正常 陈奶奶说老年人不要轻易放弃自己 追求健康何时都不晚 但这种运动模式是否值得借鉴 几岁开始锻炼才不算晚 今天就让小关告诉大家老年人如何运动 并为各年龄段健身划重点 在开始今天节目之前 还请大家能点点订阅和小铃铛 你的支持对小关非常重要 谢谢大家 除了陈继芳奶奶三个月练出了腹肌马甲腺 在宾州金鼎健身俱乐部里 还有一位这样的老人 她能轻松完成60公斤级举重 单手拿15公斤的牙铃算是小菜一碟 每天坐50个花样俯卧撑 骑单车的速度完全跟得上教练的节奏 她就是让健身房所有教练都钦佩的70岁老人 赵顺远 也是健身学员们眼中和蔼的白背心大爷 赵顺远1968年当兵 1973年退伍后进入槟城区自来水公司上班 五年的军队生活让她养成了热爱运动的习惯 以前没来健身房的时候 我就在小区或公园锻炼身体 反正闲下来就觉得不舒服 赵顺远告诉记者自己爱锻炼的习惯也深深的影响着家人 其中受益最大是她的儿子 我儿子五岁的时候早上就起来跟我去跑步 一开始是我逼她去的 后来她就习惯了 赵顺远笑着说 儿子初一的时候跑步就能把她远远的耍在身后 初中的时候她参加学校里的运动会 不但拿了个长跑冠军 还破了学校多年的记录 由于受父亲的影响 赵顺远的儿子也成为了运动达人 现在已是宾州市一所中学的体育老师 生活中的赵顺远把爱运动体现到了方方面面 送水师傅把桶装水送到她家 她总是自己接过来一手提一桶 从超市买来的大米等较重的东西 每次都是她提回家 用赵顺远自己的话说 运动成了多年的习惯以后 一停下来就浑身不得劲 人只有动起来才能有活力 三年前 赵顺远从滨北街道办事处 搬到了滨州市第三中学附近居住 也是从那时候起 她接触到了健身房 但是去健身房锻炼的想法 实施起来却并不顺利 当初大爷来办健身卡 身份证一亮出来 我心里就咯噔了一下 金顶健身俱乐部店长曹雷说 一般健身房考虑到老年人身体状况等原因 65岁以上的老年人是拒收的 倔强的赵顺远跑进健身房 一口气做了13个双杠动作 接着又做了引体向上 还做50个俯卧撑 于是店长曹雷当天给赵顺远办了健身卡之后 并暗地里观察了很长时间 事实证明 这位健身房里年龄最大的老人 身体确实好到超乎想象 他练出的六块腹肌 让许多健身的小伙子都自愧不如 作为健身达人 赵顺远的生活非常规律 早上五点起床 七点出门 晚上六点到家 七点左右到健身房 锻炼两个小时后回家 晚上十点睡觉 如果没有特殊情况 每周都要有六天去健身房 这样的生活作息 自他来到宾州市区后一直如此 由于作息规律 赵顺远极少生病 就连去年冬季被人们戏虐的一个也逃不过的流感 他都成功躲过 对于运动健身 赵顺远有自己的认识 他觉得健身应该是全民的 不管老人 孩子还是年轻人都应该动起来 现在很多年轻人坐在办公室里 虽然查不出病 但总是看上去没精神 这就是缺乏锻炼 赵顺远诚恳地说 老年人也应加强锻炼 室内或者室外 个人或者团体 只有动起来 人才活得有精气神 瑞典斯德哥尔摩卡罗林斯卡医学院 科学家安德烈贝利维尔也表示 运动带来的健康益处永不会迟到 任何年龄开始锻炼都不晚 即使是60岁后坚持锻炼 还能收获以下这些好处 以心血管更健康 美国《心脏病学会》杂志一项研究显示 无论年轻时是否经常运动 近期坚持锻炼的老人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更低 每天步行或骑自行车20分钟 就能让心衰风险下降21% 而30岁时经常运动 但现在很少锻炼的老人 心衰风险高47% 二 增加骨密度 经常锻炼能改善骨骼血液循环 减少钙流失 运动还可增强关节的柔韧性 灵活性 防止关节肌肉萎缩 韧带松弛 滑液分泌减少等 三 预防老吃 坚持运动能兴奋大脑皮层 使老年人精力充沛 延缓注意力和记忆力减退 有助预防包括老年痴呆在内的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发生 四 增强消化吸收 每天适度运动 一方面让身体变得饥饿 另一方面促进了胃肠道蠕动 增加消化液分泌 提高消化吸收功能 五 消除孤独感 太极拳自然养生操之类的运动可起到清新作用 令气血舒畅 心身充实 更能活在当下 放空心情 这里要提醒一下 运动的目的是让身体得到锻炼 强度不能过于剧烈 正在连续和坚持 关于老年人的硬核锻炼法 也引发了微博上的热烈讨论 中国注册营养师顾中医表示 这个岁数运动一定要量力而行 对大多数老年人而言 还是不推荐突然上这样的高强度运动 老年人在运动之前应该对自己的身体先做一个基本评估 有没有糖尿病 高血压 关节疾病等基础疾病 然后根据自己平时的运动情况一点点往上加 比如平时不太运动的可以从广场舞快走太极拳等比较缓和的运动开始 然后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逐步增加运动时间与运动强度 这里小关分享给大家几点判断运动是否过量的标准 首先是肌肉持续酸痛 运动时左胸肩颈或手臂疼痛 可能是心脏疾病的征兆 必须马上停止运动 尽快就医 肌肉持续酸痛或肿胀 即使休息三天或以上都无法恢复 小伤口愈合缓慢 其次饮食习惯改变 出现食欲下降 暴饮暴食或试吃甜食 另外是心情变得低落 运动后感到紧张焦虑烦躁等 运动后第二天 甚至连续几天疲劳 精神状态不佳 还有如果身体出现不适 如脸色明显苍白或潮红 失眠并伴有夜间倒汗 这时候要注意运动量了 此外如果第二天的尘迈比平时高 且超过每分钟120次 可能是运动过量了 还有不少年龄的人在运动时也各有侧重 建议每10年逐渐调整一下锻炼重点 具体如下 20岁级以下提升体能 体能训练有助增强体质 促进生长发育 提升心肺耐力 可进行跑步机 椭圆机等有氧训练 球类运动也是不错的选择 提高肌力 肌耐力 则侧重力量训练 比如俯卧撑 原地纵跳 仰卧起坐等 滑船机 卧推等 器械练习 可使体格更加强壮 30岁加强力量训练 随着年龄的增长 力量训练应逐年增加 做好肌肉储备 在每周三到四次 有氧运动的基础上 至少安排二到三次力量训练 大负荷 少重复次数的力量训练 能长肌肉 小负荷多重复次数 可塑造肌肉信条 40岁提高心肺功能 20到40岁肌肉变化不大 但40岁以后 肌肉数量力量开始走下坡路 男性约减少三分之一 女性约一半 40岁后建议大家多做快走 慢跑 游泳 爬山 骑车等有氧运动 能强化心脏和肺部功能 另外使用哑铃 拉力带等 每周进行四到六次 每次20到40分钟的力量训练 增强肌肉功能也很重要 50岁增强柔韧性 脉入50岁 身体代血率下降10%到15% 肌肉流失速度进一步变快 韧带弹性变得不足 男女腹部往往会出现脂肪堆积 这一阶段应增强柔韧性 核心肌群力量 锻炼腹肌 背肌 臀肌 卷腹 仰卧抬腿 可锻炼腹肌 臀桥 深蹲能刺激臀肌 建议每周二到三天进行关键部位的训练 每次30分钟 同时多尝试能提高身体延展性 保持柔韧度的瑜伽 太极拳 拨速球等 60岁防肌肉流失 老年人面临肌少症的威胁 更需进行小负重的力量训练 保持肌肉量 比如小雅琳推举 小重量硬拉 还有助提高平衡能力 防止跌倒 健身走 慢跑 骑自行车 登山 游泳等有氧运动也不可少 但持续时间不要太长 和老朋友一起运动 或参加运动社团 健身课程等 不仅能保持身体的活跃 也能促进人际社交 60岁以上 关节不能累 由于不少60岁以上的人 患有退化型关节炎 每次锻炼前应 至少热身10分钟 激活关节 尽量选择游泳 骑自行车等 取代跑步 大重量的负重训练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 如果您对老人运动 也有着自己的看法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分享给大家 喜欢小关 别忘了点击订阅哦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